目前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仅剩下不到9天的时间 中国跳水梦之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最近拍摄了集体大合照 接下来 全红禅将跟随主教练陈若霖他们抵达法国巴黎 做好比赛的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 在出发前往巴黎之前 15岁的全红禅在奥运会即将到来的时候 还获得了中国跳水队的重用 在最近解锁了全新身份 对于所有喜欢全红禅的粉丝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消息 据了解 最近全红禅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短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 包括全红禅以及跳水队的主力队友都一起出镜 参加了中国跳水队的赞助商广告拍摄 除此之外 全红禅的主教练陈若霖也出现在最后的海报拍摄当中 很明显 这次的广告拍摄是国家队的赞助商 希望在巴黎奥运会到来之前对他们的产品进行预热 等到后续中国跳水队在巴黎奥运会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这些赞助商就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达到共赢的目的 值得关注的是 全红禅在这支合作的广告片当中 他是第一个出镜的 而且台词非常多 另外 在海报排列当中 他也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 从这些细节其实可以了解到 全红禅不愧是中国跳水队的宠儿 他一直都备受关注 也备受重视 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 全红禅确实是中国跳水队的顶流 他的人气 他的知名度是其他的队员没有办法相比的 这次获得了中国跳水队的信任 对于全红禅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除了提高了自己的曝光度之外 也可以为中国跳水队争取到更多的赞助商的支持 可以确保后续巴黎奥运会的征程得到更多的资源扶持 在这里要恭喜全红禅 相信喜欢他的粉丝都会被全红禅感到骄傲 其实全红禅之所以拥有现在的知名度和他的出身 以及在奥运会上的一名惊人是分不开的 本身全红禅的家境并不富裕 但是他却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还在奥运会上打破记录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自然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接下来 巴黎奥运会对于全红禅来说 又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如果他想要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上一个台阶 想要让自己的未来充满更多的可能性 他就要努力在本届奥运会实现金牌的未免 竞技体育菜就是原罪 不管是全红禅还是其他项目的运动员 都得用实力来说话 只有当你在自己擅长的项目 取得非常厉害的成绩 才能够拥有更高的商业价值 才可以获得更多粉丝的喜欢 期待全红禅再度在巴黎奥运会称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